台湾港务公司成立11周年 董事长李贤益在周年庆活动当中表示 去年的海运市场 犹如洗三温暖般忽冷忽热 面对各种挑战 不仅营收创下了历年新高 也持续投入各项软硬体建设 而旗下的控股公司 也与韩国签署MOU 宣示双方对东南亚合作的决心 在两位分公司总经理 现唱生日快乐歌的歌声中 蛋糕也缓缓地推进会场 台湾港务公司欢庆成立11周年 董事长李贤益在自辞时表示 2022年的海运市场 犹如洗三温暖般忽冷忽热 面对疫情恶物战争及通货膨胀 等等挑战 港务公司不仅营收创下历年新高 也积极投入软硬体建设 推动港部永续 比如说我们的第一期货贵中心 大概5月就开始启用 基隆的C2C3旅营中心 及高雄的旅营大楼 相继完成 那还有就是我们建设港区道路的 实况资讯 3D智慧图台 还有就是港区的一化车道 自动化人工 AI等资讯系统 来强化我们港区的服务品质 及效果 去年的营业收入下 我们创改制以来的最高 达到219.2亿 也成功了招商 超过350亿元 典礼中还首播短片 展现港务公司在所有港区伙伴的协力下 一起面对疫情等各种前所未有的情势与挑战 此外港务公司转投资事业的控股公司 也与韩国辅山港湾公社签署合作异项书 宣示未来双方在东南亚合作决心 我想港务公司旗下的台湾国际控股公司 也将要跟我们韩国的福山港湾公社签署合作一项书 这个在台湾的国际港部合作上 等于是划出了非常重要的一步 那我们也很高兴今天港公司也会跟我们 这个韩国公社签一个MOU 未来我想海域的事业才发展 除了国内的航商业界共同努力 政府部门相关单位来共同协助之外 我们要去找到国际上的合作伙伴 只有透过工作上的合作联盟 相互的发挥自己的优势 才有办法在未来国际市场上 能够取得更好的一个竞争的位置 欢庆11周年之余 也一群传统举行金房奖颁奖典礼 包含货柜码头经营业 散杂货码头经营业 港部永续等等七类奖项 藉由颁证奖杯给对台湾国际商港 营运绩效贡献卓助的航商与业者 合计共有38家业者获奖 QI 底下